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不喜欢没关系 娘给你再换一个便是 这天尘时 县衙的宣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录驾 这天尘时 县衙的宣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家里一阵慌乱 我要谁冤呢 此人自称马燕杰 是城中桂园外加马夫 失忌 发现贵府下人失忌 死于柴房 便前来报案 杀害了 马燕杰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念在主仇情义的份上 他念在主仆情义的份上 替火夫将后事操办了 马燕杰报案时说 实际是被杀 被杀害了 但严氏却说是自杀 上调自杀了 自杀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 切莫着急入关 待我检验一而不知 宋承决心查个明白 男师一句 两脚玄虚 怪于防证中 口吻两甲及胸口 都有吐咸墨 畅商的内容 虽然只相自艺 但是贵家人奇怪的反应 引起了宋承的注意 难道有什么地方疏漏了 来人 上梯子 待现场情况记录切实 宋承示意将尸体取下 以便进一步检验 宋大人 伤痕员成身紫色 延伸至左右耳后 八字不交 这 恐是自艺啊 这下人还借钱 他还没还 这 就自杀了 吴总管这是什么话 尸体正是被你等所杀 我亲眼所见 大人 作业我吃坏肚子 其夜去茅房 经过柴房门口时 发现有人鬼鬼祟祟 仔细一瞧 竟是小园外 和吴总管 这不是我挂上去的 你们池里爬坏的狗东西 娘 真不是我 对于马燕杰的指控 小园外矢口否认 欺慕严氏 也称是马燕杰诚心陷害 诗迹究竟是不是死后悬尸 喜冤极录对此类情况 有专门的论述 如果房梁上的灰尘 有多处挠动痕迹 则是自艺 然而 宋城此前观察发现 悬挂诗迹的房梁上 只有一条绳痕 且无乱尘 这正符合喜冤极录中的描述 如只有一路无尘 不是自艺 诗迹的确是死后 才被人挂于这横梁之上 你们看他颈部这道白痕 便是死后被移挂于别处的证据 在古代 中国的检验官员们 就对伤痕有了一定的认识 人死后体内血液不再流动 故悬挂处的伤痕随身 诞成浅色 可他耳后的伤痕 分明是只有自艺才会造成啊 诗迹耳后八字不交的伤痕 在当时看来 确实是自艺的典型特征 面对县令的质疑 宋成并没有多言 只吩咐武座取来两张宣纸 武座将两张宣纸 分别覆盖于诗迹 仅前与耳后的两处伤痕之上 仅凭这两张宣纸 宋成真能查出诗迹的死因吗 宣纸揭开 看似相同的两处伤痕 却显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这一干一湿两张宣纸 让众人摸不着头脑 但宋成却从中读出了关键信息 耳后伤痕水迹不干 显然是死后烙印伪造 仅前这道才是生前行程 诗迹应该是被勒紧而死 就是被这个小园外 和吴总管在相防勒死 然后挂在这儿呢 不 不是我干的 都是他 都是他干的 这 我 冤枉啊大人 这人真不是我杀的 吴总管 今日某时 我突然被一阵敲眉声叫醒 吴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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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防 相防死人了 相防死人了 走 走 走